感谢观看,愿观看此士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。 作者,我方特压作者,以七六古代加天下的帝王为料,保证,帝国这份产业千秋末代传下去,选择一个合格的接班人是极其关键的一环,因此帝王对继承人总是进行考察,历练,或有经过料皇帝淫淫暗暗的考验,交出令人满意的达家的候选人,才有可能再为帝国的继承者。 一,赵贤子立无序春秋末年,进的机家清墙,大胜过掉镜头,坚有其带进的趋势,其中,赵家在赵贤子的治理下,蒸蒸日上,名义上是进的臣子,实际是进的专权者,赵贤子在继承人问题上很谨慎,他请相师姑不子清来给他的儿子们开相,看谁有贵人相,结果子清没看上一个,倒是说在路上碰上赵贤子的一个儿子,叫无序,可以叫来相一相。 赵贤子说,这儿子的母亲是个宅国婢女,很逼贱,所以没当他一回事,子清坚持叫来,一看就说,就是他料,并劝赵贤子,老天见顾的人,现在虽逼贱,将来必高贵。 这样赵贤子就把无序和其他儿子一起培养,发现这小子有两下子,他对儿子们说,我在长山藏料一笔宝藏,你们都去找找看,先找到的有赏。 公子们知道这是出口提料,大家争先恐吼地奔向长山,怎么找也没找到宝藏。 一个接住一个回来说,没有东西啊,赵无序回来对老爸说,从长山向下直逼戴国,戴国立马可得,这才是赵贤子说的宝藏。 赵贤子被去救太子,对无序为太子,贤子去世,无序继位,为赵肖子,在他手上,吞并料戴国。 和为,韩两家一起灭掉料之家,赵,为,韩三家分掉料之家的地盘,赵国成为人来经国分出去的国家中,最为强大的一家,中为战国七雄之一。 赵无序通过检验,成色非常好,初遂完成料一个料不起君王的工作。 二,曹操考验儿子们三国时,曹操有希望获得继承位置的是曹丕,曹直,曹张三人。 曹操曾经问过儿子们的志向,曹张说,我喜欢当大江。 曹操问,大江要怎么做?曹张说,要身先士卒,样勇无畏,赏必行,发必信。 曹操呵呵大笑,这次聊天,曹张基本退出竞争队伍,曹操需要的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,而不是侃侃杀杀的一个将军。 曹操最早有意于逃职,这个天才,光芒刺射,所谓才高八斗陶子剑,大家都折服。 曹操特别宠爱他,建安十九年征孙玄时让他留守夜城,告诫说,我出人顿修令时,二十三岁,现在想想当年的所作所为。 没有后悔,你今年也二十三岁,一定要努力用功啊,权权之心,殷切之意一一言表。 可惜曹操是典型的性情中人,没有魔力自己,喝酒厌聚,从来不节制,东京乘车跑在迟道上,开司马门出去,迟道是天子的专用道,司马门是天子专用门。 曹操的行为是大不敬之罪过,曹操大怒,对他的行为非常失望。 曹操则则严格要求自己,遵纪守法,以立前行,楚楚做个好孩子,曹操及次考察他,都应对很好,大臣,后宫都说他的好话,于是被定为接班人,其实曹操还得逃职最后一次机会。 建安二十四年相反大战,关羽为曹仁,曹操仁曹操为征鲁将军,南州郎江,让他去增援曹仁,派人去叫曹操,想见免相遇一痛,不料曹操罪的不省人事,不好作罢,曹操也彻底放弃用曹操的想法。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,是曹操把陶植贯罪,从而赢得胜利,在曹操的考验下,任性的曹植败下阵来,矫情的陶批笑到撂罪后,无论用的手法是否光明磊落,要占据帝王继承人的位置,克制和低调是必须的。 三,高阳快刀赶乱马南北朝时,北齐神武帝高欢掌握住东魏的大权,和很多权臣一样,他自己没有称帝,名义上还是东魏的臣子,到他的第二个儿子高阳称帝, 才追封他为神武帝,高欢给儿子们的一个考题,每人一堆乱丝麻,让他们最快的速度解开这堆乱麻,公主哥儿都手忙脚乱理住丝麻,刀然却拨出刀栏,咔嚓一刀把丝麻砍断,还大声吆喝道,做乱的就要砍头。 高欢很满意他的表现,当机立断,有魄力,高欢给儿子每人一些兵外出,派人半路上进行拦截,装样子打高家子帝,长子高城等,都喝得不知所措, 或有高阳马上命令手下,不正准备打仗,来人说明真相,高阳还是把他们都扣下来,押回去,高欢非常欣赏他,说,这小子的见识超过我料,但当时高欢的继承人是承子高城,高阳承得丑,高城总是当面笑话,你这样子也是富贵宁,这个香书是怎么编的? 高阳类心明镜似的,外面卸装的呆头呆脑,他防住高城,高欢叙事,高城继位,却因大意放肆,被击个厨子给撕杀料,使出汤醋,众心惶惶,高阳反应迅速,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,捕杀凶手,控制朝局,大会群臣,高欢的老部下以前都看不起高阳,这个傻瓜老二,不料高阳神采飞扬, 言语敏捷,又恰当,这面目一出来,把大家都震慑住了,当年高欢没看错人啊,高阳绕废调为帝自立,他的老母亲说,你爸爸是条龙,你哥哥是富虎,都不敢动这念头,你是个老池人,想做这种事,看来老娘也让他欺瞒住,高阳不知的当,又人何事,顺利的让卫帝禅让,成为皇帝,建立廖北齐政权,当时北极的大敌西位的掌权人宇文太听到消息, 起兵来探戈虚实,高阳率军迎战,金融整齐,进退有度,宇文太叹息到,高欢热老家伙,后继有人,退兵,当然高阳也是各一流的酒色之鬼,暴虐之徒,在历史上纳腾出名,这是题外话,但他治国有一套,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,参考史料,最智通简,史记等安史之乱后,唐朝平时摩坚平百年,多亏这支百战强兵流芳称帝,封一人杀一人, 天下归心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